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我们首先读一读中文的 然后读英文 科龙道前书十二章十二节 就如身体是一个 而且是一个机会 基督也是者 往往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遗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身子缘不是一个姿体 乃是许多姿体 切药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负身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属负身子 切药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负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负身子 乃是许多姿体 I do not belong to the body I do not belong to the body It would not for that reason cease to be part of the body 若是全身都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义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识 把肢体 居各安排在身上 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 If the whole body were an eye Where would the sense of hearing be? If the whole body were an ear Where would the sense of smell be? But in fact God has arranged the parts in the body Every one of them Just as he wanted them to be If they were all one part Where would the body be? 但如今 肢体是多的 身子却是一个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使 As it is, there are many parts but one body The eye cannot say to the hand I don't need you And the head cannot say to the feet I don't need you On the contrary Those part of the body That seems to be weaker Are indispensable 身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他家上体面 不尽美的 越发得着尽美 我们尽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者身子 把家配的体面 吸哪有缺陷的智体 And the parts that we think are less honorable We treat with special honor And the parts that are unpresentable Are treated with special modesty Presentable parts need no special treatment But God has combined the members of the body And has given greater honor And has given greater honor to the parts that lack it Concerned for each other If one part suffers Every part suffers Every part suffers With it If one part is honor Every part rejoices With it нокeden May God bless all those who read this word Once oke這坊 Give the phone time to Pastor Huang 王� Usun不需要介绍 大家都識 There i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ll knewP churches We don't need to introduce him Frank ça Welcome Pastor Huang 我要開開我的電腦 因為我看不到那麼遠的電視 可以看到我自己的筆記 在過去八年當中很感謝大家給我和太太在你們肢體裏面的其中一位 我和珠和我說 究竟今個禮拜應該要選擇什麼歌最好呢 我相信我和他都是同感一靈 我立刻想到這首歌 感謝神 感謝神欠我救贖主 感謝神豐富而備 在這個季節裏面 我們很多東西都要感恩 感謝神賜給我溫暖的春天 感謝神淒涼秋景 感謝神抹乾我眼淚 感謝神賜我安寧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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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Щ innate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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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问你吃糖、雪糕、曲奇饼的时候 你都给他们 究竟这是祝福还是咒座? 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神 在路旁的玫瑰里面有刺 在上一次来港道是9月的时间,现在是11月 我在中间里面有机会去外面做一个报道会和奋卿会 其实我都很希望有多些报道会 自从3月2020年之后 好像我都是不给出门 两年半时间都没有到外面 在疫情之前,我一年差不多出去十次去很多地方做不同的报道工作 在10月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自从疫情开始之后 是第一次有机会出去外面来到连续3天来到港报道会 这次也很特别 因为这个教会邀请了我 现在他们有一个教会 现在的主要牧师是退休的牧师 其实是我以前的牧师 来的 我在后师陈那里来到 在教会里面侍奉了28年 最初的14年是一个平信徒做执事 然后后面的14年是做牧师 另外一位黄牧师 另外一位黄牧师是我的牧师 这个也是一个美南证信会的教会 他其实是去年想请我去做一个宣教的报道会 他其实是去年想请我去做一个宣教的报道会 他也提及到他只想了 他只想了教会的教会 是因为他们的教会 有听说的? 有听说的吗? 他们在一段时间当中都是没有牧师的 所以他问他甚至是75岁 我认为他能够伴在那里 在同时帮他们去寻找到接下来的牧师 其实那位牧师已经是75岁了 那他就要求他们去寻找到接下来的牧师 他请他可不可以暂时代理他们做牧师 然后跟着去寻找一位另外的牧师呢? 在教会当中是很多的纷争 也有很多的结党 所以当我们一起祈祈祷 我建议到牧师和牧师的妻子 我建议到牧师和牧师的妻子 在聚会在聚会 报道会和宣教联会 是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有那个聚会了 所以我建议到牧师的宣教联会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好像有些被迫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宣教联会 我们觉得是被迫 因为大兄姊妹有时也觉得是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建议到牧师的宣教联会 我建议到牧师的宣教联会 我们当天是和那些寻找福音的人来讲福音 所以我们祈祷来说福音 我建议到牧师的宣教联会 我们其实是在牧师的宣教联会 我建议到牧师的宣教联会 我们当天就和牧师的宣教联会 祈祷当中会有失丧的灵魂是可以得救的 当弟兄姊妹看到有柏人相信福音的时候 弟兄姊妹受到激励 是愿意将福音传开给人 第三日就是成为一个宣教联会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有三日有五课 有三课是中文,有两课是英文 我必须要提醒,在半年中,祂老师的妻子 真的变成了整个教会 祂老师来为这个报道会来祷告 不是单单祷告,他们是出去派一张 去超市那里派一张 那牧师和太太也都为了这件事祷告 然后我们就去到那一天了 这个人数只大约有150人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所以差不多是这个数目 我们是不断地为到失丧的人来祷告 但是那晚是有二十个未信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在这二十位当中,有十二个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 然后有十位当中,有十位是愿意留下他们的地址和电话 当大兄姊妹见到那些人对福音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 他们实在是很兴奋 第三天,我们就有这个宣教的大会 但是牧师提醒我,当天我们也要去呼召 所以在宣教的大会,当天我们也要去呼召 很多时候我们宣教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献身来侍奉神呢? 有些可能是愿意传职来侍奉,有些可能是带职来侍奉 但这些有些人已经退休的人士,他们又不可能说怎么来到,带职侍奉 其实牧师就提醒他,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再来一个十一的奉献 第一个十一奉献是给教会,第二个十一奉献是给这个宣教 第三天,当我去做这个宣教的时候,有十四位的弟兄姊妹来愿意猥身 无论是存职,单职,或者是再来一个十一奉献 有两个是特别令我感动的 有一个是一个年轻,只有十三岁 他说他愿意伟身来服侍主 他愿意伟身来服侍主 当我愿意伟身服侍主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十四岁 另一位令我感动的是 广东话的 准备回到香港 愿意伟身传职,或者是带职来服侍主 但是他在两天前才刚刚信了主 很感动 很愿意来,真的很激愤 我愿意在这件事感谢神 我们看得到的 这个黄牧师和师母 他和我们分享,在这个教会过去的几年当中 在属灵上面的光景实在是很低落 其实是一个奇迹 有这么多人愿意来伟身服侍主 关键在哪里呢? 当整个教会一起主动来祷告的时候 教会都很多年没有出去排单仗 全个教会鼓动一起来祷告福侍主 当我们愿意一起祷告福侍主的时候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有欠卑 一定要有合一 一定要有合一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 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 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奔虎》 《奔虎》 我记得我当时只有六、七岁 什么都看不明白 我记得我当时 我记得我当时看外国语电影 他们没有中国语言 当时看西片他们是讲英文的 全部英文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通常他们会问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看到好人的时候 他就拍手掌 这一幕的景象就是 当好人得逞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奔虎》是一个好人 另外一个坏人 他们两个都是拿着一些马车 马车是有四只马来拉动的 那个坏人的马车 的车里还有刀 所以他们就会靠近其他的马车 希望弄到其他的马车翻了之后 他们就会输 但是当这个马车赛事 接近完美的时候 那个坏人反而输 他自己的马车反而反了 还死了 这个好人奔虚就赢了 但那些马车是很刺激的 我一直都记得到 差不多60年之后 我经常记得到这个景象 我学了一课 如果你有四只马车 很强的马车 你都在同一方向 没有敌人 我看得到 就是当四只那么强壮的马车 去走去带动这个车 在同一方向去的时候 就是天下无敌 真是天下无敌 但是另一面 如果这四只马车 是分开四个不同的方向走的时候 有什么事发生呢 这件事就会发生 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件事 在公元后170至230 这个希波拉特这个人 当这个皇帝Maximus 他统治的时候 他们说他开始暴乱了 用四只马 绑住他两只手 两只脚 四只马分去走开不同的方向 他一拉的时候就死了 当四只马是同一方向走的时候 你是天下无敌 但是四只马是分开四个不同方向走的时候 身体就会分开分裂 当我们用这个方法去想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用这个方法去想教会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些很有智慧的马 但是这些有智慧的马 分开四个不同的方向走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回到圣经里面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在高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里面 在高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里面 保罗是写这个书给高林多教会 第四节 我上上为你感谢我的神恩神在基督耶稣内所施给你们的恩惠 第五节 由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存备 高林多教会是一个满有恩赐的教会 一个很富有的教会 在第七节里面说 所以你们在恩赐上是一无所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然 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圣经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都是再继续用纸的圣经 我有时都会用电话来看 但是书本圣经是好的 这个书本圣经 有时你们掀去那里 可以看到那个标题是什么 好 当你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语咯 Reserve 谌解这些教会变成这样 你把第三章 bliss到这里 看到第三章的时候 你実 digamos我会分裂 ,为什么会这样 Abs arbitrary 第五节也有些问题出现 第六章说有些人这个告那个 有些不道德的事情 在婚姻上面有问题 第八章说的是拜偶像的食物 他们吃那些拜偶像的食物 去到这里他们说守圣餐的时候 有些是喝醉酒的 这个教会是满有问题 这个自大自高自大的问题 乱伦的问题 彼此增重的问题 婚姻危机 吃偶像的食物 在圣餐中酒醉酒 聚会那边是粒粒乱 你会问究竟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 但保罗常提到这个教会就是耶稣给了很多恩赐 这个教会 保罗在第十二章里面 我们刚才读过经文就说了 因为这些毛病然后对症下药 我们刚才刚刚开始读的就是 《干文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 保罗告诉他们 保罗告诉他们 你们的问题是 你的问题是 你有很多肢体 但是这些肢体全部都是把你的肢体分裂了 这个就是问题 保罗再次提醒他们 我们的肢体固然有很多肢体 但是身体只有一个 肢体会有很多 但是身子只有一个 头子只有一个 肢体那么多是要有的 你不可以说一个身体里面 全部都是眼 没有耳朵 你不可以说一个身体里面 全部都是口 没有耳朵 这是一个比喻 他比喻到一个教会和一个身体 就像人的身体一样 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是从一个细胞形成的 这个是在妈妈肚里面的一个卵子受精了之后 这个是在妈妈肚里面的卵子受精了之后 如果我读错了 请医生告诉他有没有读错 一个单独的细胞是受精了的卵子 一个单独的细胞 如果你不会开始慢慢分裂的时候 它不会成为一个身体 一个细胞是由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变十六个 一个细胞是要成长 所以才会成为一个长大的人的肢体 在同一个细胞去到一个胚胎的时候 需要有二十三个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是要告诉你 每一个肢体里面是有它的特别作用 每一个细胞不可以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细胞是没有尽它的责任去成长 成为眼睛或者耳朵的时候 它出来的就是有问题 所以分开不同的肢体是一定需要的 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人 人是有很多不同的肢体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分开不同的肢体的作用的 分工 分一个细胞分裂成很多细胞 一定要能够分工 但是另外一面 但是另外一面 如果一个细胞 开始分裂,分裂,分裂,分裂 但是它们不会去分裂 但是它们不会去专注于它们应该做的本分的时候 这是有点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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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点不正常的肢体的肢体 它们不会变成一个小孩的肢体 它们不会变成一个小孩的肢体 因为这个细胞没有分割成为它们应做尽的本分 没有分工的繁殖 如果一个细胞不停地分裂,但是每个细胞都要做同一件事的时候 这是有点不正常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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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和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 如果我们每个都是一样的时候 这个教会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有功效的教会 第十七节节节目 如果全身都是眼的时候,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识把肢体拒觉安排在身子上 教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那样 我们有不同的肢体 我们需要有眼睛 我们需要有眼睛 其实有多于一只眼睛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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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那些是眼睛 在每周都 possession был Qual potato 在教会里面,哪些是眼呢?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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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話 đầu tihan 是有依仗 对吗? спon со mond absurd 我们教会里面需要牧师长老有这个异仗 就是看到我们五年 十年 二十年后需要的是什么 第二就是要有口 哪些是口呢? 讲道的一定是 教师 我们有主学老师有传道的 全体的会众一起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是需要口的 我们需要有人来讲 有人来教 有人来祝福 第三就是要有鼻 为什么会搞到有鼻出来呢? 我给你一个例子来看 我告诉你 很多姊妹的鼻都很敏锐 我实在是很感激他们 正常星期一之后 我很多时候需要休息的时候 我会很多时候收到他们的电话 牧师 牧师 让我和你分享一些东西 和你分享一些东西 昨天 星期的祝福服务 你忘了说到有一个人握手 上个星期日 你说完道之后 你忘了和有一个人握手 那位阿沈很生气 我非常感恩 有这些敏锐的鼻歌 他们闻到教会里面有什么香气 有些臭气 我很感恩 因为他们会把这些事情 告诉我 我就会和太太打电话 告诉她 我和他们说 我不是特意不跟你握手的 不好意思 因为前面那个人握着我的手 不肯放 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和你握手 下一次我不单单和你握手 我会给你的拥抱 我们需要这些鼻歌 那耳朵呢? 耳朵呢? 要做耳朵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时候 做牧师的 都没有什么本事能力去帮他们 有人会打电话 牧师 长老 我刚刚被人炒鱿鱼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份工作? 牧师也没有负 可以帮我找一份工作吗? 牧师也没有负 我和我老公刚刚来无交 我们手头已经这么紧了 我老公还寄了二千元给他老公 我和我妈 弟兄通常听到人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会是如何? 一 二 三 祈祷 很多时候的反应就是 我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一 二 三 祈祷 拜拜 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人跟你说的人 他们只是想告诉你 他们其实都知道 教会也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帮他们 但是他们需要听他们的说话 弟兄姊妹 尤其是姊妹需要你们 去听别人的问题 在教会里面 我们实在需要很多人 留心地去听 很多时候 有很多人投诉 他不是真的想找到什么解决方法 而是希望别人听他的问题 你当他们听完 或者一个小时之后 听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可能会觉得好 他们就不会再投诉 有需要有手 那些就是做事的人 我知道耶稣说到 马里亚是选了上好的 福分 但是如果没有马大的时候 耶稣也会肚饿 所以我们需要马里亚 也需要马大 所以我们需要马里亚 也需要马大 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 需要腿 我们在教会里面 需要有些人 执行一些 我们需要有意象的人 我们需要有口 来宣讲这些意象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将这些意象行出来 所以 要有些人做这些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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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里面 有很多有恩赐的大英姊妹 我们需要他们 从同一个方向去走 在我侍奉过28年的教会当中 我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难题 有两次要去寻找牧师委员会 当这个教会没有牧师三、四年的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另一方面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估认和反对是70%至30% 他们在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赞成和反对是70%至30% 我用了7年的时间在这方面来研究 用了110万去做建堂的计划 开堂的时候 很多人有不同的主意 每次投票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70%至30% 投票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70%至30% 就是66.7% 你可能说 那些70% 都说 那些70% 已经超过了 66.7% 为什么你仍然在乎 还在乎 那些30% 那些30%的人就说 你们只不过是 过了法定率数的3.3% 而已 你刚刚合格而已 所以我们要明白 另外一方面的人想的是什么 最难的一样东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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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令到这70%的人变成95%呢 我告诉你 你怎么做都好呢 终归会有3%至5%的人 是一定会反对的 这个过程很重要 是将70% 来到变成95% 所以需要很多的讨告 很多花时间 跟别人有沟通 来到一切来到谈谈 从一到多就是成长 当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肢体 不同的肢体是好事 但是跟很多肢体里面 回到一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合一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头 这个两头射的时候 就像这样 都不知道走哪边好 那么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读完12章之后 读完13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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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恩慈是什么 爱 爱是恒久忍来 又有恩慈 这个爱的篇章其实不是说是结婚的时候用的 不是单单结婚的时候用的 尤其是在教会这个情况里面是最適用的 最伟大的一件事 恩赐就是爱 让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 当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们去学习感恩 合一不是等于统一 合一的意思就是我尊重你和我是不一样 合一不是统一 多元化或者多姿体的时候就不是代表分争分歧 让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 你和我不一样 感谢神 有一有多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祈祷好吗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我们多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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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弟兄姊妹和我们不是一样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 我们是一体 我们是合一 多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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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同学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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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